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改成markdown 语法 它这里if语法肯定if开头 然后在这里进行一个后面的代码编写 if语法它可以单独只有一个if或者是if else 所以在这里还有个else 当然它是可选的 它是可选可有可无的 可以有这个else也可以没有这个else 然后if和else之间可以有多个条件判断 可以if某个条件 然后下面再来一个条件 这里就有另外一个语法就是else if 我把语法全部展示出来了 elif 其实它本质上就是else if 就这个判断 它有个缩写 好 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测试 把语法全部给过一遍 if 2 大于1 加上空格 print 2 大于1 成立 执行 它是成立的哈 2 大于1 这个条件是真的 eif判断 条件为真实 进入eif的代码块 其实在这里冒号后面 这是冒号 冒号后面的话 下一行需要加四个空格 这是Python的一个语法锁进 可以用空格 可以用tab键 但是这里强烈推荐全部用四个空格 四个空格作为一个锁进 这是前面有四个空格 这是一个条件 再来判断 做第二个if 2 小于1 然后是print 2 小于1 成立 这个是明显不会通过的 我们来执行看一下 没有任何的输出 说明它没有执行这一句代码 那也就说明2小于1 是不通过的 它为假 好 那同样的 我们再来加一个 加一个语法 else 2 小于不成立 执行 然后这里面就执行了 好 这里面是一个if和else的一个语法 如果上面为真 进入第一个 如果上面为假 往下执行 那就是进入else 然后进到这里面 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逻辑 要不进第一个 要不进第二个 这个值的话来源于2小于1 是否为真 为真进第一个 为假 这条不执行 那就往下走 往下走 没有判断了 就直接执行这一段 好 这是if和else的一个判断 那现在我们再来做第三个 if 直接用force吧 force 为假不成立 force进入 这是第一个执行 他认为force的时候 他没有进入 说明force没有进入 好 再写第二个判断 true lif 去进入 也就是第二个 这是第二条判断 他和上面的第一条 是一个依赖关联 然后再来第三个 else print else 进入 这里加上一个if 保存 然后再来执行测试 他进入了lif 去进入 进入了中间这一个 其实这里面的话 有一个 依赖关联 就他的一个语法 首先 我在这里进行if判断的时候 如果if 进入了这里 他就不会进入 进入下面判断 如果if 没有进入到这里 他就会再进入 这一条判断 如果这条成立 进入这里 那else也不会执行 所以这三者的关联 只会进入到一条 只会进入一条 只会进入一条 要么 if 这个成立 进入 要么第二条 lif 成立 进入这条 要么前面两条都不成立 直接进入第三条 这是一个if lif 和else的一个区别 这个本质区别 我们来对比一下 下面的一个判断 if 2 大于1 print if 2 大于1 这是第一条if判断 if 3 大于2 print if 3 大于2 这是第二条 这是一个测试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另外一种 我把这里简单复制 复制之后 在这里加el 来看一下 这是if1 if1 if2 if2 他们都有个区分 来看一下 它这个执行情况 如果2大于1 进入 if1 2大于1 它这里有输出的 说明它进来了 进来之后 它也进行了 3大于2的一个判断 如果3大于2 在if1 3大于2 它有输出 说明上面的两个if 它都执行了 但是下面的话 如果2大于1 它进入到第一条 if2 2大于1 它上面的判断成立 那下面的话 3大于2 它是成立的 但是由于我们上面的if成立 所以elseif 也就不执行了 说明这两个if 和lif 它们只会执行一个 这是一个条件判断的一个逻辑 条件判断 如果上面成立 走上面这条路 下面的话 我就不再执行了 不再匹配了 这是lif和原本的if的一个区别 这是两个进行对比 在这里加一个注释 对比判断 好 那这上面的话是语法 最简单的if elseif和else的语法分析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另外一个东西 if判断的值依据 if判断的值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把这一个拆分 最上面把这一个拆分 改成a 一会你就知道是为什么 首先我来把a大于1的一个判断 存到2大于1的判断 存到a里面 看一下a的值 然后再把这里进行一个执行 其实本质上 1-2大于1 就这一句 它本质上是两个语句 第一个是2大于1的一个执行 它返回去 从左到右执行 1小于2也是成立的 然后再来1- 增 再来下面的执行 这是两个语句 就是把上面的1-2大于1 进行拆分 就变成了两条语句 2大于1的值为2 2的话 它可以作为 一幅判断的一个值 那现在我们再来做 其他的几个值来判断 测试看一下 它是否通过 我们来做一个 简单的模板 一幅 这里放一个值 好 这个值我现在测掉 来想象哪些值可以用 首先数字里面有整数 复数和0 我们来测试一下0 是否通过 测试0 测试0是否可以通过 其他的描述都不太好 执行 没有通过 这里 无法通过 0的话 它是不能为真的 就这个条件 0的话 是不能作为一个 真值判断 它不是和 2有一类 它是和 force一类 那我现在在这里 做一个表格 在这里加一个表格 也同时要使用 markdown 语句 上面为 2 下面为force 好 那现在我们测到了0 它是force 所以在这里 我把0加到 force里面来 这是第一个 那继续往下 0 无法通过 那现在我来测试 另外一种 看一下1 是否可以通过 执行 1是通过的 0是不通过 OK 这里还要再加一个 真的时候为1 然后我们再来增加 再来测试一个值 负1 负1 执行 它也是通过的 所以在这里 负1也是可以的 负1可以 那我们现在再来测试 其他 数值的话 正数 负数和0 我都测试了 这里我就不再测试 其他 正数的话 一般都可以通过 这里只要把这个值 改一下 你自己来测试 然后去 offorce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这里再来加一个 通过验证 不通过 不通过验证 OK 这里已经有三个数据 好 那现在除了整数 我们还有支付串部分 来测试一下支付串 首先是空支付串 里面什么都没有 无法通过 那现在我们再来测试一个 空格支付串 再来测试 空格是通过的 空支付串是不通过的 不通过有空支付串 空格支付串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东西 通过验证 空格支付串 可以 那继续往下 支付串里 这里的话 我们再除了空格的话 我们还来测试一下 其他数字和支付 执行 也是通过的 也就是有值的支付串 就通过 空支付串 就不通过 就一个空支付串 再来这里执行 好 我们再来测试其他 列表原主的话 它本质上是一样的 我们只测试一个 我们测试列表 用列表的话 我们先来测试空列表 空列表 测试 无法通过 空列表不行 但是这里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有数字的列表的话 执行 它是通过的 所以在这里面还要加 空列表也是不通过的 然后这里是有值 有值列表 它是通过的 好 那基本上我们判断到这里就基本上够我们用了 这里是非常多的一个判断 好 那现在我们除了这个直判断的话 我们还要做一个另外一个其他的指示点 更多的一个语法来执行 衣服这里的话判断有非常多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里也同样有非常多好玩的一个东西 那现在我们来介绍一下好玩的一个语法 首先是 首先是这里 我用空子 我用0吧 用0来测试 0它是不通过的 我们这里前面测试了 它不通过 但是如果在这里 0是force的一个条件 那我这里加个not notforce它是通过的 所以这里not反向判断值 OK 这是一个not的一个作用 如果某个值不通过 如果2大于1 它是成立的 但是如果再加一个not 它就是不成立的 这是其中一个not反向判断值 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我们知道2大于1 2大于1 它是成立的 它这里是通过 2大于1是通过的 那如果我加一个and 与条件 就是同时判断 判断两个 判断多个 3小于2 2大于1前面为真 那3小于2的话 后面为假 说明一个是成立的 一个是不成立的 所以在这里我们再执行看一下 它是无法通过 and and 这是另外一种语法 and 需要条件同时成立 OK 好 那这里除了and 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玩的 我们还有一个更好玩的 也就是 or 或者 2大于1 我把这里先去掉 2大于1 它是通过的 3小于2 它是不通过的 那在这里面 我们把2大于1和3小于2 同时放在一起 加一个or条件 它是通过的 这是另外一个好玩的 or 多条件 通过一个即可 这是一个or的一个语法 多个条件 只要有一个条件成立 我就让你通过 这是我这次要讲的额外的三个知识点 就是or not 和and 这三个知识点 非常有意思 就在我们后面的 在我们以后写pathon 这三者都是非常重要的 好 那我们本节课程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